这个程式里面 其实主要就是几个地方要修改 其他大概不用修改 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set Name Range 这个Name Range指的就是说 你输出的时候 上面一定会有栏位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的栏位在哪里 你就指向给它 看几栏 你就给它一个Range 所以这个地方Range B2到D2 这个范围就是栏位名称 那底下就是我的资料范围 就是B3到D7 第一个就是我栏位跟资料指定给它 第二个的话呢 我其他部分应该都不需要修改 因为这个地方一定都是那个 Microsoft的这个XML 这个我想这个跟前面都一样 不需要修改 那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的这个部分也不用修改 那它自动会输出 那这个名称要修改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名 你到处输出的资料 不是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修改 你可以create一个 这个 它的这个项目名称 然后这边也是 项目名称也可以更改 那最后输出的话呢 比如说你要输出到哪里 在这个路径底下 一样的路径的话 那你可以给它一个 比如说我这边叫商品编号 我把它改一下名称 叫商品编号 OK 然后呢 加一个2好了 我印象中好像已经输出过一个 这样的方式的话 它就帮我把怎么样 这个画面上面的 这一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帮我输出到同一个路径底下 我们来试试看 就把它执行 或者按这个按 这个按键按下去好了 OK 按下去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就会多一个这个 商品编号2 打开来看一下 OK 那会不会是我刚刚的资料 没错 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将来各位如果说 要输出成XML 也可以利用这个范例呢 去做修改 大概看一下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主要就补充 那个XML的三个 我想常用的 一个是如何读入这个XML 一个是如何读入网路上面的 XML的一个资料 那第三个就是 怎么样把XML的一个 Excel的资料把它转出为 XML的一个 这个档案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